所以你才会听到法华经 而且你也欢喜读法华经 当然在座有善根的人 经济的人 甚至也是在佛在世的时候 做在家弟子或是出家的弟子的 那佛灭度了以后 一样啊 你还是要继续修福修会 所以你还是在这个世间 继续行菩萨道 所以各位我们是有善根的 但是这个还是要鼓励 我们要去想一想 我们多生多劫都在轮回 一定呢 假如以数学来讲 考试六十分及格 那我们一定呢 是五十五分或五十九分以下 被荡掉的 那你就要想 注意听 我什么样贪嗔痴的烦恼 无法调伏 在我灵命中断气的时候 又让我来轮回了 有些人是贪心比较重 贪财色名识税 犯不下 贪孙子 贪家里 贪财产 有些人是称心比较重 灵命中的时候 他觉得很痛苦 然后遇到了恶友 然后他不高兴 称心一起 他又继续轮回了 有些人呢 是平常就糊里糊涂 灵中呢 更是糊里糊涂 他糊里糊涂 比如说像植物人 或是重度昏迷 他就断气了 连人家帮他念佛呢 他都听不到 他就走了 所以说穿了呢 那表示呢 在生的时候 你要情形长长的 唱鬼业障 你要勇猛精进 你想想看 一天念一部 普贤行愿品 很短啊 对不对 一年就念365天 算300次好吧 十年呢 三千遍啊 二十年呢 你可以念六千遍啊 三十年呢 你可以念九千遍啊 假如你有念九千遍的功德力 你绝对会往生极乐净土的嘛 问题是什么 各位 busy and lazy 你脑筋想要去 可是你并没有中那个阴啊 了解吗 所以 现在全世界的人工作都很忙 的确 比方说今天是奖金最后一天 不来的人 其实我知道 他并不代表他不想学佛 而是现代人真的太忙了 现在在家居士很忙 出家人也很忙 说明了什么 整个全世界的结构不一样 你的福报不一样 对不对 所以有些人不来听经 可能是呢 他要做工 回到家里还要照顾小孩 他真的很辛苦 他真的想学佛 然后呢 有些人要照顾年老的爸爸妈妈 有些人呢 爸爸妈妈生病 今天送他去医院 这个都是慈悲心啊 所以现代人很有福报 所以大会为什么要全程录影啊 全程录影呢 让你回去复习吧 让呢 不能来的联友 也能够听闻到佛法 所以可见现代人 还是很有福报 但是问题呢 很多人还是不动明王 如如不动 拉也拉不动 那就没办法了 释迦牟尼佛再来的话 你还是一样不动明王的 对不对 你有很多的借口啊 是不是 所以修行 还是要靠自己要鼓励自己 联友跟联友之间 也要相互鼓励 人是感情的动物 人在这一生当中 中国一化 人真不如意啊 十之八九 会遇到很多困难的 所以联友 同参道友 应该在菩提道上 像兄弟姐妹一样 相互鼓励 注意听啊 我讲兄弟姐妹 我没有叫你做情人啊 不要来佛堂找情人啊 对不对 除非你舒适的缘 那当然也没办法 有人还问我 师父我可以求个观世音菩萨 然后最帅最庄严的男生 当我老公 我说那你要看你自己 有没有这个功德力啊 可以不是不可以 但是呢 你的心要很真诚 很精进 所以希望大家 真的要勇猛精进 好 接下来再看 几二 生法座转法轮 请看经文 三十一页第三十二行 为了要广度众生 当你成佛 降魔君的时候 成佛的时候 你一定会为众生 大转法轮 那大转法轮是 是成佛 一定要做的一桩事 那当然你会很客气的说 师父我现在又没读书 我又没有 讲经说法 没关系 慢慢来 你要有这个愿心 发愿 就像全世界 不是每一个人 都可以当老师 可是你要发愿 我将来要当老师 你自然就会想学习 经过一些教育训练 慢慢慢慢呢 你还要实习 慢慢还要学校聘请你 还有一些教学经验 最后 你就成为一个 很好的老师 比方说 我出家二十一年了 我讲经说法二十年了 我还没有出家之前 我本身就是老师啊 我也是这样 不断地学习啊 今天才能够有一点点能力 坐在这里 为你讲经佛法 讲介绍佛法 讲经说法 所以很多东西 你要发心 去不断地学习 请看下面经文 当然是你证悟的时候 自然就会大转法轮 转法轮 急法骨 吹法罗 欲法语 这个是法华经常常辟语的 所以台湾尊贵的 已经往生的圣言法师 法骨三 法骨两个名字 就是出自于法华经 转大法轮 即大法骨 吹大法罗 欲大法语 当会坐天上人间大众之中 狮子法座之上 为众生做什么呢 讲经说法 几三 一切所求如愿 普贤菩萨 释迦牟尼佛对普贤菩萨说 若后世 受持独送 是经典者 这个人呢 就会越来越 前面讲 少欲知足 修普贤行 他就不会贪 过多的饮食 衣服 卧具 跟滋生之物 而且 所愿不虚 对于现在世呢 所有一切呢 都满他的愿 这就是修 法华经 而得到的福报 在这里 饮食 卧具 医药 资生之物 请化起来 现在大家都说 全世界不景气 对不对 师父啊 也有很多人跟我来吐苦水 师父日子很难过啊 对不对 我们都哀哀叫啊 其实我想了一下 日子很好过啊 你要的是什么 第一个 饮食 三餐而已嘛 我想在座大部分的邻友 都已经吃素了 那三餐 好 我也发现 新加坡的 living cost 是比较贵一点 好 一餐给你 吃十块新币 可不可以 五块或七块 十块新币 那一天才三十嘛 三十的话 乘以三十天 九百新币 就可以活得下来啊 衣服 你就已经买了很多啦 够啦 为什么还要这样子 大雪拼 大流雪呢 那永远买不够的嘛 是不是 皮鞋 三双就够了嘛 柜子一打开 可以开百货公司店啦 袋子三五个就用过了嘛 一打开柜除 全部都是啊 所以你会发现哦 其实我们买了很多不必要的东西啊 该去布施吧 甚至去你的小朋友 注意听 小朋友不一定他有钱 因为他还没有工作 你想想看 有些小朋友很有福报 从小人家送他 We need a pool 对不对 Teddy beer 这么多 叫他留三个到五个嘛 其他全部布施啊 留这么多干嘛呢 又不是开玩具店 所以小朋友 其实也可以布施的 布施到哪里 新加坡有慈善育幼院 布施 没有 布施到南非 或其他的国家去嘛 我虽然是佛教徒 但是我会公开赞叹一个网站 世界展望会 基督教 天主教办的 就全世界的人 一年就八百万的人啊 对不对 你可以捐给他们啊 他们会捐到南非去啊 南非的人呢 很苦的是 小朋友突然会送一个 新加坡送来的礼物 Teddy beer 一个小娃娃的玩具 可以让他一生都很快乐啊 所以想一想 我们三餐之外 我们的衣服 握具你就一个床嘛 对不对 好 你不喜欢睡单人床 双人床也好吧 睡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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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睡过去 就董姐掉下来嘛 那你要象牙的床吗 你要子坛的床吗 你又不是不当康熙皇帝 所以床其实也很简单嘛 资深之物里面在瓜谷 医药 我觉得很重要 所以在家居士 能够做医药布施 是很大很大的功德 请问你们新加坡 每个人有医药保险吗 有吗 Medical insurance 有吗 对我知道你们还有很多 你们都点头我懂意思 还有公积金 公积金 在我们台湾 我也有医药保险 我是中华民国的公民 我也要每个月缴 缴医药保险 没有生病的话 就供养中华民国 很好啊 它可以救很多的人 每个月捐一点点钱 一点点钱 对不对 没有很多钱 对不对 我看多少钱 六百多块 三十块新币而已吧 每个月都捐 中华民国 假如万一你发生了无常意外 我开刀的话 国家会付钱啊 所以你身在有医疗制度的福报国家 也是你的福报 所以你想想看 那你还缺什么呢 其实人想要的东西很多 真正需要的东西并不太多 所以为什么 六度波罗蜜里面 第一个要叫你布施 因为布施才会舍掉你很多的贪心跟执着 你布施老实讲 断气的时候什么都带不走 但是每一个人的福报也不一样 我刚才讲 这个社会变化叫M型社会 全世界也是这样 不是新加坡 台湾现在有钱的人非常有钱 为什么呢 因为有钱的人很会做慈善事业跟布施 举一个例子 美国有很多演唱会歌星 一捐都是好几百万的美金啊 他不一定是佛教徒 但是他兼给孤儿院 育幼院 养老院 他一个演唱会呢 就兼好几百万的美金啊 所以他有福报啊 所以他一生呢 生意做得很好啊 对不对 工作很好啊 所以有福报的人越有福报 相对的呢 没有福报的很吝啬 当然你就很苦 注意听 佛教你布施 没有说来呀来呀 你所有的财产通通给我啊 没有 佛是说四分之一 注意听哦 我也知道有几个联友问这个问题 说师父啊 为什么奇怪 佛们一开始都是要钱啊 这里要钱 那里要钱 这里要钱 我想到我妈妈说了一句话 钱不是万能 没钱万万不能吧 对不对 问题是 你有钱 但是你有福报 但你要有智慧 看你用在哪里 对不对 佛呢告诉你 假如以一百新币来比喻 四分之一 四分之一 你要校养爸爸妈妈 养你的家 你有这个责任 第一 第二个 四分之一 供养三宝 或是贫穷的人 第三个 四分之一 拿去帮助别人 你自己决定 四分之一 要留起来 以便紧急苦难 万一发生了天灾人祸 或是无常的时候 你家里还是要需要用到钱的 所以一百块里面 叫你布施 二十五块新币 你可以累积 无量无边的功德的 所以佛没有叫你 把所有的老本 通通都把关出来啊 没有吧 对不对 你们老本 如果全部的 通通的捐出来以后 那你怎么办 师父 那我可不可以出家 那谁养你啊 出家还是要有福报的 你没有福报 你还是会很苦的 所以说明了 在家出家 若你不改你的业啊 其实你都很苦 那苦的时候呢 你就所求 不会如你的愿 没有愿怎么办 念法华经吧 念普门品吧 念普贤劝发品吧 你有嘴巴 就应该会念吧 你念啊 不用钱啊 自然普贤菩萨 跟法华会上佛菩萨 就会加持你 请看幻灯片下一张 所以我介绍 请切换幻灯片 谢谢 下一张 西藏的梅乐菩萨 同流经的 全部是相争诸的 梅乐菩萨福德无边嘛 就是代表一切 满一切众生的愿 虽然我昨天说笑话说 从佛像的历史演变 梅乐菩萨变三十二相 八十种好 最后变布袋和尚 最后就变成了财神了 对不对 前来呀 前来呀 对不对 其实你拜梅乐菩萨 是真的很有福报 老师说 心生做伤的人 家店里面放梅乐菩萨 其实也是很好的 因为梅乐菩萨叫 慈心三昧 福德无边 的确 但是你要有恭敬心 你不能把梅乐菩萨 放在店里 然后就每天摇 摇 就变摇前树啊 不是 你要起码供个花 供个香 早晚你要对梅乐菩萨 很理计 愿了 梅乐菩萨加持我 我能够生意没有障碍 当我更没有障碍的时候 我希望帮助更多的人 而成佛 你发这样的愿的话 你的生意福德因缘 会慢慢慢慢的转好 听好 我讲慢慢慢慢 没有很快啊 不要下次说 师父你讲的都没笑啊 哪有那么快的啊 要快的话我告诉你 你告诉我了 那我就改行了吧 当然我绝对不会改行 我生生世世发愿 都做法师 利益众生 我告诉你说 梅乐菩萨 真的是会满你的愿的 再看下一个 同流经的 弥乐菩萨 他右边是如意把 左边是法轮 注意 这张的弥乐菩萨 手里面还绝 摩尼珠 有一点像地藏菩萨 也像观世音菩萨 摩尼珠是满一切众生的愿 对不对 你想想看我们一生里面 帮助过多少人呢 我一生当中 伤害过多少人呢 我一生当中 真正呢 对于护持正法 做过多少事呢 那你就想一想 你自己福报有多少吧 但是你真的 碰到很苦的时候 请你念观世音菩萨 请你念普门品 请你念 普贤劝发品 那念法华经 你真的会有福报的 是真的 我讲一个故事给你听 我们在石头山 有个老和尚 叫奎英老法师 他七十多岁了 他亲自讲给我听的 因为我二十五年前 就认识这个寺庙 我认识这个寺庙 也很有缘 我在家的时候 寒暑假呢 人家都出去玩 我去参加佛学 夏令营当老师 完了以后 我就住寺庙去了 我除了没有剃头之外 我告诉你 我就走早晚课 我也会敲钟鼓 什么都学的 我也在厨房帮忙 所以山上的老和尚 对我很慈悲 因为我是穷学生 那时候读师范专科学校 就是Teacher College 我也没有什么钱 但是我每一个月 还是省时间用的 供养三宝 所以山上的老和尚 就让我住在那边住 两个月到三个月 都不用钱 那我很高兴 我每天可以读经 然后他们还给我一个房间 很感恩的 这个房间一直到现在 出了家 还是变成我的房间 我上面还有很多很多的书 好 我要讲呢 奎英老法师 他一生呢 就常常送法华经 他亲自就跟我讲 欣红师啊 你喜欢什么经啊 我说师父 我喜欢很多很多的经啊 他就问我 你喜不喜欢法华经啊 我说法华经我读过啊 很好啊 他告诉你 你要发心念法华经 我就跟他说 师父 你可不可以讲一些 你羞耻的感应故事 给我听好不好 因为他很客气啊 他呢 语言呢 也不很流利 可是我们呢 就像望眠之交 他也会讲故事给我听 他说 事实上啊 我每天都送法华经 甚至呢 我还拜法华经 然后呢 我也拜法华灿 当然他有送过很多经 有时候他也会出去 跟人家节节员 他就说 有一次他生病 病得很严重啊 他就在山上 送了三个月的法华经 那他刚开始 他会担心嘛 因为他是我们的轻重 轻重就是没有做早晚课 那有时候会下来吃饭 有时候我们也会关心他 三个月呢 他都没有下来吃饭 我们很担心他 结果呢三个月呢 每个礼拜六礼拜天 都有很多信徒来看他 我们也从来不认识这些人 然后呢 他就跟我说 他一送法华经的时候 动什么念头啊 都所求如愿 但是他提醒我 要动善念 不可以动恶念 恶念的话要忏悔 佛菩萨还是会原谅你 他就告诉我 你送法华经吧 结果经他这么鼓励以后 好我也很认真地念了 21天法华经 很认真念了 你确认我21天那天我动什么念头啊 什么都会满我的愿 甚至我有一次动了一个念头 要找一套现状书 憨山大师木科版的华严经的 就过几天呢 就有人送一套书给我了 真的很不可思议 所以 所谓感应感应 不一定是像我昨天讲的 当然最殊胜的感应是上品的 看到佛 菩萨 亲自其六丫白相来加持你 让你经文通文 可是现世当中 假如你动善念 而所求如愿的话 其实这也是 没了菩萨跟普贤菩萨来加持你的 了解吗 所以后来这个老和尚 现在还在山上 晚年呢 宏光满面的 精神很好 他还是常常念法华经 他念了多少年 快三十年的妙法莲华经啊 各位 三十年以后 你还会看得到我吗 可能有些人往生了 阿弥陀佛佛国主了 三十年以后 我一定还会问你 哈喽 你还念法华经吗 哈喽 你还念普贤行愿品吗 所以要长远的道心 是很不容易的 所以诸佛菩萨 没有一尊佛 都不满你的愿 因为诸佛菩萨 都是呢 所谓的 福德智慧圆满的 好 再看下面 请看幻灯片 补充资料 有一位脸友 问了我 一个很好的问题 师父 请问 弥勒菩萨的根本咒是什么 弥勒菩萨 事实上有很多很多的经论 你可以简单抄 一个叫弥勒上身经 第一步 第二步叫弥勒下身经 第三个叫弥勒菩萨本愿经 我先讲第三个 所谓弥勒菩萨本愿经 就跟地藏菩萨一样 释迦摩尼佛亲自介绍弥勒菩萨 这位菩萨摩赫萨 在阴地当中 过去 在什么时候 他发心 发菩提心 什么时候呢 行菩萨道 然后呢 什么时候被授记 所以弥勒菩萨 他有他弥勒菩萨的本愿经 就跟你们现在送的 地藏菩萨本愿经 是一样的 都是讲菩萨的因地 这是第一类 唐朝菩提流之所翻译的 弥勒菩萨的经典 有非常非常多 中国人喜欢简单 我就推荐最重要的三部经 第二部经 看第一个 佛说弥勒菩萨上身都帅陀天经 他有不同的名号 叫做弥勒菩萨涅槃经 也叫弥勒菩萨上身经 是留诵 许渠经生翻译的 所以在留诵时代 弥勒菩萨的法门就翻到中国 这是要介绍弥勒净土的 依报跟正报庄严 以及要往生弥勒菩萨的净土 要修什么方法 简单地说 第一要修五戒十善 第二要礼拜弥勒菩萨 第三要简单地禅坐 第四个要念弥勒菩萨的名号 第五个要发愿与回向 这个并不难 第二部经 佛说弥勒大成经 这是旧摩罗舌大师翻译的 又叫做弥勒下身经 旧摩罗舌大师翻译的 有广的 广本跟略本 西境诸法部 也重新翻译过 所以它又叫弥勒当来成佛经 在这部经里面就介绍 当五十六亿七千万年以后 弥勒菩萨八项成道 从天上兜率内院下降 到人间 有三次大转法轮龙华商会 这时候在印度的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云南省 靠近印度的叫基竹山 大家都知道 加塞尊者现在正在入定 释迦牟尼佛十大弟子里面呢 有两位没有入灭 一个就是加塞尊者 另外一个是 我突然忘记他的名字 接受供佛摘天 兵头颅波罗多尊者 就是供摘身的时候 十五云南盆会的时候 他会来受印供 那这两位尊者 佛不准他入灭 因为佛交责任给他 那加塞尊者呢 释迦牟尼佛要入灭之前 用三昧真火火化之前 加塞尊者呢 接受到释迦牟尼佛给他的袈裟 佛陀亲自把袈裟给剥下来 交给加塞 说加塞 加塞 你要保护好 这个袈裟呢 你要保留到五十六亿七千万年 等弥勒出世的时候 你要把这个加塞供养 弥勒菩萨 代表诸佛的教法是 这个所谓的像点灯一样 无尽灯是代代相传的 所以现在加塞尊者就在云南的基竹山入定 所以在这部经里面有讲 我插一句 一个故事 我突然现在想到 在二三十年前 既然有一个德国人 曾经到中国云南去朝圣 就去旅游 到了基竹山的时候 加塞尊者竟然把山就裂开来了 让他看得到 他是一个德国人 加塞尊者为他讲德语 为他说佛法 他非常的感动 然后把这个故事写下来 他说你跟西方人有缘 希望回去你应该好好学佛 然后弘扬佛法利益众生 后来他用欧洲语言跟德语 写了很多很多的佛教的道理 而渡了欧洲人 这是一个真实的感应故事 好 再看回来 佛说弥勒大成经 这时候他描述 当龙华三会 释迦摩尼佛下降的时候 舍兜率将王公 替法染医出家的时候 这时候加塞尊者就在虚空当中来 这时候注意听 弥勒菩萨当时是非常大的 八万四千像 一个人大概十层楼或二十层楼这么高 非常非常高 可是呢 与会的大众就觉得呢 怎么突然有一个像苍蝇一样 咻咻 飞来飞去 经典里面这么记载 这时候呢 弥勒菩萨说 善哉 善哉 与会大众 你不要小看这个 这个是前一尊佛 释迦摩尼佛最好的弟子 加塞尊者 苦行第一 然后呢 他是来供养加沙的 这时候弥勒菩萨就放光加持 加塞尊者就变成非常的高大 非常的庄严 而且就入定向 所有与会大众看到说 哇 前面一尊 释迦摩尼佛教的弟子 都非常的庄严宁静 然后这时候他就礼佛 三伴 又绕七渣 然后唱赞 然后把这个加沙供养 是弥勒菩萨 当来下身弥勒菩萨 结果他本来是很小的 可是弥勒菩萨一放光以后 加沙就变成三千大千世界大 然后呢 他就披在身上 弥勒菩萨就披在身上 就正式成佛了 这个写在 佛说弥勒大成佛经里面 所以在第二本 弥勒下身经 是讲得最详细的 虽然一贯道 有些人也讲这部经 但是他解释的角度 不一定是佛知佛见 所以各位要小心 一贯道他也讲金刚经的 但是不一定呢 就如何佛知佛见 所以假如你遇到的朋友 是要修弥勒法门 就建议他读这三部经 那这位连友说 师父请问弥勒菩萨的咒语 是什么 请你看 弥勒上身经跟下身经里面 就有弥勒菩萨的咒 这个是我要说的 好 接下来再看 对 讲到弥勒菩萨 还没讲完 我讲个故事给大家 昨天介绍玄庄大师 玄庄大师有很多很多的弟子 其中有一个很了不起的 叫奎姬大师 我先讲他两段的故事 弥勒大师呢 要去西天取经的时候 弥勒大师是个大菩萨达来 多帅内院来 当然他有神通有证悟的 他看到了一个老和尚 非常的高兴 老人家 是谁呢 奎姬大师的前身 是一个印度的范僧 出家人 他看到他就非常非常高兴 为什么很高兴 因为他知道这个人将来是我的传人 他就跟他讲 他就对他非常好 就鼓励他 你修行得怎么样啊 你需要什么吗 玄庄大师呢 就亲自跟他谈 然后呢 他就跟他说 你赶快去投胎吧 你念米勒菩萨 米勒菩萨的名号 你投胎到中国 等我去西天取经回来的时候呢 我们还会见面 你就跟我出家 那他就问他说 大师请问 如果你回来的时候 我那时候大概应该几岁呢 玄庄大师就掐子一算 大概说大概十八岁吧 你会见到我在洛阳 所以古来有证悟的人 过去现在都未来知道 结果他听到这样了 他就回到家里 就诵经念米勒菩萨的 圣号入定 他就作画了 就投胎了 投胎了以后 当这个玄庄大师 从西天取经回来 当然他取经的时候 刚开始是 国家是不准他 以现代话来讲 是偷渡出去的嘛 对不对 那当他回国的时候 成功的时候 唐太宗啊 是全国举国欢迎啊 欢迎像国师一般 所以他就有 很多很多的经典 带回来 带回来以后 有很多人翻译 后来他就见到 葵姬大师 葵姬大师跟他出家 十八岁 他就可以翻译经典 法华经跟米勒经啊 他念一遍 就全部背起来的 十八岁 整部妙法莲华经 他都背得起来啊 你看这些都 多生多劫 修持的功德力 所以葵姬大师呢 就成为玄庄大师的 这个所谓的心子而传人 那玄庄大师 所有易经的时候 葵姬大师都在旁边 当然也有其他的 中国的历代高僧大德 当玄庄大师入灭了以后 葵姬大师继续弘扬 为师中 有一天他做了一个梦 他梦到他自己啊 神士飞到五台山 飞到呢 这个五台山上 他就觉得好奇怪 很 就是在山上啊 古墓参天的 非常多的佛寺 可是自己啊 飞在天空当中 他往下看 哎呀 好多人啊 都在哭啊 他听到了声音 他觉得很难过 可是呢 他却看不到人 这时候呢 他就觉得好奇怪 那刚才讲古墓参天嘛 他就往佛寺走 走了呢 看到呢 所有的佛寺都是流离的 然后突然呢 就有两个人叫他 喂喂喂喂 窥姬法师啊 暂停一下吧 窥姬法师暂停一下吧 突然有两个童子 就合掌出来看到他 他缓头一看 哎 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啊 他说没有错啊 你是大修行人啊 我当然知道你是谁啊 这时候呢 他就问 请问我怎么会来这里呢 还有 我听到山底下 有很多很多的人啊 都在哭啊 可是我都看不到 到底怎么回事呢 这时候两个童子啊 就对他合掌鼎礼 拿了两支箭 说大师啊 你就把你自己的肚子 剖开来 你就可以看得到吧 这时候他愣了一下 你干嘛不剖 你要剖我呢 然后他就说大师 难道你不知道佛法讲 无我吗 你这个臭皮囊 你还会在乎吗 他说哦好吧 你这两个童子 变才无碍 那我就剖吧 他就拿剑 一剖啊 哇他身上啊 就像琉璃一样放光啊 从他的这个肚子里面 看到万丈的光芒一照 原来呢 所有一切都是幽冥界的众生 他看了就流了眼泪 这个时候呢 他才知道 他也同时发了大悲怨心 接下来童子就跟他讲 来 葵姬大师请跟我来 来了以后就进入一个 宫殿里面的这个宝城 结果呢 突然呢 他就给他两轴 中国的书法都是用轴 不像我们现在印刷 都是卷轴 就丢给他两个卷轴 跟一个笔 然后他就走了 他突然就醒了 他想奇怪 我今天怎么会做呢 这个梦呢 对不对 后来呢 他就 第二天起来的时候 那以前的寺庙呢 都是有长津阁 长津阁呢 有放光 他就觉得很奇怪 他就随着这个光走走走 然后到长津阁里打开来 然后呢 他看到一本书 就是什么 弥勒上身经 他看到了以后 他若然有所悟说 大概弥勒菩萨 希望我发愿为他注解 所以葵姬大师 对于弥勒上身经 有最好的注解 将来有机会 你可以读一读 那他呢 就很虔诚地 回到自己的房间 拜弥勒菩萨 就点香 然后就开始读 弥勒上身经 提笔呢 就开始写注解 因为古来的经文都很深啊 要有注解 结果他一写注解 写完了 他每天就做 每天写完了 还没有合掌之前呢 经书就蹦出了舍利子 哇 他非常的欢喜 最后呢 他把这个舍利子呢 就把它一颗一颗地留起来 当他书写完了以后 高僧传里面还写 蹦出了27颗舍利子 所以他就供养 后来呢 这奎基大师呢 除了很勇猛的礼拜 弥勒菩萨之外 他每天呢 也跪在弥勒菩萨面前 念一遍菩萨戒 发愿 以所有利益众生的功德 求生兜率内愿 所以奎基大师 现在跟他师父一样 在上身兜率内愿 我相信他老人家一定知道 听到我讲他的故事 他应该很高兴的 好 现在该看下面的经文 请看三十二页 悟四 悟四是讲什么呢 树第一然外难 接下来讲 修法华经 很殊胜 但是要特别的注意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有很好的果报 但是假如你毁谤 或轻视 或嘲笑 那你会有不好的果报 请看下面 这是 释迦摩尼佛 特别叮咛 说 普贤菩萨 普贤菩萨请问 与会的大众 请看 科叛 三十二页 第十二行 悟四 树第一 然外难分二 看几一 善恶因果分明 请看经文 若有人 对法华经 很真正的用功修持 当然很好 但是你也会碰到 非佛教徒 或是不了解 法华经 或者是修其他法门的人 就听到 哦 你们讲 法华经 静忠之王 华元经 静忠之王 那他自己没有送 法华经 他就有点不高兴 也可能是佛弟子 也可能是非佛弟子 我笑你啊 迷信啊 就会说 如是狂人恶 空坐是行 终无所获 他就说 你这个人啊 疯了 你就坐在那边 每天嘴巴 切切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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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都没做 什么都没有功德吧 一般的人 不了解佛法 都是这样批评的 那这样子不太好 这样的人 不管是有意跟无意 请看下面 如是罪报 生生世世 是会没有眼睛的 所以我可以告诉你 在佛教国家里 又是佛教徒 又没有眼睛或瞎眼的话 其实他过去是 毁谤过大乘佛法 佛法是很公平的 释迦牟尼佛 跟一切诸佛 不会像外道一样 来故意惩罚你 佛是无我的 所有的果报 是自作自受的 所以你毁谤法华经 第一个 现世会没有眼睛 会瞎眼 那你会说 师父这样听起来 不是很不慈悲吗 注意听 看这里 我举个例子 我现在坐在法座上 没办法表演 假如你现在跑到墙壁 看这里 拿拳头 对墙壁 砰的一声打了 哎呀 好痛啊 请问 谁痛啊 你们都没回答 入定了 再来一次 你可能不知道 师父做这个 避遇的意思 我现在假如我的手 拿拳头 对墙壁打 坐在旁边的 师兄 毕与说你墙壁 你一打 啊 好痛啊 谁打我 没人打我 谁打你 自己打自己 对 因果倒影就是这样 你毁谤法华经 所以你自己得到 没有眼睛 并不是普贤菩萨 惩罚你 听到 菩萨无我 很多佛友 有时候会解释错误 哎呀 我告诉你 那一定是佛菩萨 惩罚你 佛跟菩萨 怎么会惩罚你 他不会 佛跟菩萨是无我 天龙八部会惩罚你 因为 韦陀菩萨会惩罚你 截兰菩萨会惩罚你 因为 韦陀跟截兰呢 他的责任就是护法 所以我要解释说 佛经理为什么说 当你修的时候 你功德很大 可是当你毁谤 或是呢 你会得到不好的果报 这不好的果报 就像我刚才比喻一样 你用拳头打墙壁 结果墙壁的反作用力 让你的手很痛 所以这是叫自作自受 没有人惩罚你 听好 这并不像基督教天主教说 佛菩萨惩罚你 佛教里面没有审判的思想 这一点我要公开说明的 对不对 那有人会念啊 哎呀我好好用功 我现在拜大悲咒啊 很认真的 不念则已 一念啊 哎呀病非常多 观音菩萨惩罚你嘛 不是 那是你过去的业 重抱轻受 你因为念 所以你会生病 继续念 为什么呢 因为那你 本来你会多地狱 恶鬼畜生的恶业 因为念大悲神咒的功德力 你生一点点的病 你将来就不会多地狱 恶鬼跟畜生 否则你怎么讲因果呢 对不对 所以下面 听的时候 理解的时候 要很正确 普贤菩萨 法华会上佛菩萨 不会惩罚你 但是天龙八部 会教训你的 而这些不好的恶果 善恶因果分明 是自作自受的 请看 反过来 若你有欢喜心供养 赞叹 那你今世就会得到 无量无边的果报 请看欢灯片 把供养跟赞叹画起来 我知道现在大家又 法喜充满 又有个问题 师父我很忙啊 又没有时间念法华经 怎么办呢 那就买一本法华经 像佛像一样 就供在佛桌 早晚拜三拜 总可以吧 那你也有功德吧 对不对 可以 佛经也可以像佛像一样 礼拜 供香花灯果竹 所以我想明天呢 大家可能都会去抢 法华经 每一部经都有很大的功德的 该不会你把菩提藏青 所有的数据全部买来啊 排一排啊 这个意思是说 普贤普达很慈悲 考虑到未来的众生 可能有些不一定能够有时间读诵 但是你能够供养法华经 赞叹法华经 你一样还是得到无量无边 现世的果报的 好 接下来再看 几二 这就比较严重 毁谤引无量过 请看经文 若父有人见到受持世这部经 所以当我们在看人家 送法华经 或在送经的时候 不要去打扰人家 不要去妨碍人家 我们要欢喜心 随喜人家正在用功 你不要出恶口 尤其很多老菩萨 会用出恶口 骂你的家人 这不好 假如你出了恶口的话 你骂你的家人 那家人也骂你 那他就诽谤你 这个修法华经的人 虽然你不是恶意的话 若实若不实 不管是真心或不真心 毁谤 这里的实跟不实 是有意跟无意的意思 有些人毁谤是故意的 有些人是他不懂佛法 哎呀 那个人迷信啊 每天他们跪在念 也不知道念什么 这样子他不是故意的 这叫不实 可是还是会有果报 有些人现实会得白赖病 白赖病是身上长一种疮 很臭会流浓的 叫白赖病 假如有些人轻笑 就是嘴巴呢 笑一笑 哎呀 那个是迷信 那你深深适适 牙齿会掉下来 而且会有缺丑陋 还有丑唇 各位有没有看过 兔唇的人 有没有 有一种小朋友 一出生就是兔唇的 当然有很多原因 现在也可以开刀 那也可能过去 毁谤法华经吧 丑陋的兔唇 平鼻 鼻子是平的 还有呢 手脚 撩泪 眼目脚赖 就是眼睛啊 看起来就不健康 而且不正常 那他的手呢 是残缺的 这边是指残缺的 身体呢 发出很多臭会 而且身上动不动地 流出各种的恶疮 浓血 肚子大大的水腹 然后呢 而且呢 讲一讲话呢 气就很短 而且医生啊 看了很多很多很多的病啊 跟医生呢 你的病啊 还是非常重 所以 有些病 使身体四大不调 就像车子一样去保养 可是有些病 假如你看了 一个月跟两个月 都不会好的话 那 师父就告诉你 那就甭看吧 省一些钱 去做医药布施 去做功德 然后把那些钱呢 轮起来 好好供养三宝 诵经 拜佛 念大悲神咒 念法华经 那是你的业 每一个人都有业 所以你应该精进地修持 好 接下来再看物五 树种绝劝 事故普贤 若见到受持是妙法莲华经的人 你要很欢喜地站起来 从远地方就迎接他 而且你知道 就对他礼敬 就像礼敬诸佛一样 为什么佛要这么说呢 因为这个送法华经的人 现在他虽然是凡夫 但是他发了无上福敌心 才会听到法华经 而且将来啊 他发愿成佛的时候呢 那是会非常快速的 所以将来他也会成佛 因为众生都有佛性 好 请看下面 秉四 发意 分二 翻过来 三十三页 经文快讲完了 发意就是整部妙法莲华经 讲到二十八品 最后普贤菩萨出来 做证明 其请佛有发四种心 也说明了上中下三倍 受持法华心的功德 普贤菩萨也亲自念出他的 普贤菩萨陀罗尼 甚至也说 释迦牟尼佛也说 念普贤菩萨的咒 得到诸佛的加持 也可以念法华经 而将来求生 都率内院 乃至于千佛受受 最后 整部妙法莲华经 第二十八品 下面的总结是 二十八品的总结 也是整部妙法莲华经的总结 请看 秉四发一分二 emphasizes on these virtues of practice on this sutra 第一个 virtues of the listening this chapter 就是刚刚只要闻到这二十八品 普贤劝发品 也可以得到无量的功德 得什么功德呢 请看经文 二十 释迦牟尼佛说 普贤菩萨劝发品实 横河沙等顿靠 有无量无边的菩萨 你看 菩萨得到很大的功德 百千万亿玄陀罗尼 下一个 三千大千世界 有微尘数 无量无边的菩萨 都聚普贤道 请看欢灯片 什么叫聚普贤道 就是开始欢喜 去修学普贤十大愿 实践普贤十大愿王的功德 所以聚普贤道 具体来说 就真正的开始学习 乃至于实践普贤十大愿 所以我这一生 第一次公开弘扬的经 就是普贤心愿品 因为我跟这部经也很有缘